你請問除了前面提到的談判能力還有後臉皮以外 還有什麼人格特質是在這裡比較有優勢的 人格特質嗎 人格特質 沒有跟人家弄錯這個問題 人格特質我覺得啦齁 其實 剛後臉皮我覺得這是必要啦齁 一開始的時候就不好意思被中文大陸這樣拍中子的時候 那後來習慣這個部分是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其實要有很大的彈性 或是說你不能太太害羞 你不能呃 因為我覺得這樣講好了 因為在宿外工作齁 它其實是一個很兩極我個人的覺得啦齁 它其實是一個很兩極的生活 就是說剛剛講在佈幕前面 哇每個人都穿得美美的旗袍 高跟鞋怎樣怎樣 佈幕之後你要有處理很多雜事 你要很耐煩 更那個一點 更實際一點來說 因為有時候你外派的時候 你到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那你要在這裡從零開始跟別人建立聯繫 那回到家的時候是一個人 然後在辦公室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人要聯繫 要幹什麼很忙 但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一個人看著對著電視然後吃 可能10點到家然後看著電視吃東西吃到睡著 所以在辦公室的時候再爬起來卸妝洗澡 那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很能夠自我調適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一定都是很辛苦的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樣 每個行業都是一樣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一定很辛苦 你要能夠忍耐這段期間的辛苦完畢之後 你就會找到你的朋友啊 找到你的調解的方式啊 會介入家境 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人格的特質反而是 要談戏 然後要很能夠排解 即不管是寂寞還是困難還是壓力什麼的 之類這些都是